小隐呢 在炎热的夏季里 爷爷给大家拌了一个清爽又开胃的糖醋西锅皮 这西锅皮不仅有这个西锅的清香味 而且清脆还很爽不好 是啊 开枣 小隐呢 这个西锅皮啊 这个是好东西 往往呢 吃完西锅皮都扔了 我们呢现在就是说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把这个西锅皮变成一道菜 而且这道菜还美味 便飞为饱 便飞为饱 我在北方大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西锅皮 这个做成小菜 这个领导一吃呢 这个对这个西锅皮说非常好吃 后来我们就形成了个规矩 这个上这个西锅的时候呢 这个皮给去掉 我们做成西锅皮做一道菜 这个一般家里啊 这个要是不会做的都直接扔了是吧 对 你这个还带点这个里面的红杖上啊 带一点 你就直接是切小宽条 哎 宽条 你这个是能凉拌 还能做汤 能做汤炒都行 都可以 都可以 一道这个菜呢叫锅谱 刮剑 从刮剑那个地方来的 刮剑就是西锅皮做的啊 三勺盐啊 一 二 三 就不用抓 哎 分手 点一点啊 这样主要是用盐杀上之后 让它更脆 水分可以去掉一些 好 十分钟 杀点水分啊 看这边 你得出这么多水啊 出水了 把水给倒出来 把纯净水倒进来 头洗两遍 把盐上 投出去啊 要不然太咸了啊 对啊 再来点纯净水 务必几根纯净水吧 要不然烙肚子 用盐全身的力量给它转 转干水分啊 哎 好漂亮 这个还有一个细节 啊 就是在切西锅皮的时候 这块皮要稍稍厚一点啊 对 你那个接近绿的那个地方啊 要全打掉了 它就是口感比较硬 对 这块是一个关键细节啊 对 咱们这个打的还行啊 咱们打的可以 可以深一点是吧 带点生 带点红的 也可以 倒回来 哎 现在就备饭了啊 夏天啊 这个甜酸啊 开胃 再割炖香一阵啊 还开胃 爽口 爽口 都来了 完了这还是飞过的用 对 别飞为宝 别让咱们当美食啊 先放糖 这个糖一定甜度要够啊 可以了 白醋啊 它来比例一比一啊 它俩是甜酸食度就可以啊 抓均匀啊 不要去腌一眼泡一口啊 对 让它入入味儿 腌一完入入味儿 可以放冰箱里震一下 震一下 震一下最好 把它再装盘啊 哎 这个你要是说 家里头要是说咱请个客 整一座小喝酒小宴会儿 来到这个用清口 哎 还特殊 解腻的 大家可以练练粗鸡大汉手啊 这样 你这个玩本就是说 西瓜的清香啊 再加上腌的糖醋口 完了这个颜色呢 有食欲 我告诉你吧 这就是说简单的菜 太简单了 出现非常精彩的美味 把这个腌出来的汁呢 我们再浇上点 这个美味更全了啊 更足了 嘿嘿嘿 好 OK 漂亮 哎哟 真挺碎啊 做这道菜啊 要记住 要几个要点 一呢 就打这个西瓜皮 绿皮的时候 一定稍微厚一点 不要太薄了 太薄了 太薄了 那个口感太硬 里边有一层太硬啊 第二点呢 这个沙这个 割这个盐腌的时候呢 不要超过十分钟 就十分钟一厘 这样的话呢 能不让它咸 而且呢 水分还能钻尽 要是太长的话 就不脆了吧 一个是不脆的 另外一个太咸了 再一个呢 我们割糖醋这个比例 要合适 嗯 甜 酸 要平衡 一比一百啊 对 这个爽口 这个劲儿太 这解腻啊 这个 你说吃这个菜 你清新不清新吗 脆爽不脆爽吧 听这个声 哈哈哈哈 观众饶点气 每日烟火气 哈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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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